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局 好像很久沒見到大家,星期三日特別節目 自從剛剛過去星期一沒見到大家做完節目之後 就過了整個星期 在剛剛過去星期一就跟大家提及到一個說真的 轉租水平的位置 五月二日曾經假突破向上穿了之後 再對穿了當天的低位24461之後 我自己來說,本月來說,我自己又開始看淡一點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最近這幾天就夾得很厲害 全七一維穩,我自己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可能是 近來,說真的工作上比較忙 看市時間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係 不過Anyway,在策略上來說 在之前提及到來說 我在24400樓上做23800點的淡倉 在這個位置 即是說換句話說 正正是我分住 打算是大家住這裡做淡倉之後 市場夾了上去 接著是靠近 大約24600至24700 那時候是沽第二處淡倉 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但是有提及過 這個雙頂的位置 如果正式突破 什麼位置正式突破 在節目上也跟大家說清楚 就是5月9日 收市價穿了24695 同時間這個頂位 24797 第一,再升穿了所有淡倉 一定要指示 甚至上一定要反手做好上去 幸好我自己指示 指得夠狠 這一轉來說 損失相對性比較有限 第二 就是說 其實之前跟大家提及過的時候 我自己熟了 我都知道 今年來講 我一直以來 都不斷說 我是非常勝之體好 我是活體 今年去到大約兩萬八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 整個倉位的主打動作 都一定是以好倉為主 但我去到這些位置 我就嘗試 偷步上去做膽 但是今次 都是 偷步不成 接著就夾了上去 還有提及過 另外一個策略 在星期一提及過 就是 如果這一轉 因為始終是做好倉 以好倉為主 我自己來講 所以來說 如果你不做第一 這一招 這個策略來說 要是分鎖 下一個市隊 下去 分鎖 就是做縮倉 很明顯 那市沒有跌下去 大家事後知道 而呢 市夾到上去 兩萬四千六至兩萬四千七 這些非生即死的 雙領位置 就同時間 兩邊做縮倉 如果做這個 那就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事後知道 是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 現在是等贏錢 最糟糕的 就是我剛才所講 就是我自己主觀性 來覺得 這個禮拜 原本 自從剛才出現了 那個五月二號 那個假達破壞的 我主觀以為 是有機會 先向下調整 再爆上 誰知道 他調整 那個幅度 比我想證中少 跟著就已經爆上去 沒辦法了 做錯了之後 去到這些位 一定要指示 因為 始終 這次 這段造膽 我最怕的是 什麼 大家知道 之前 其實有很多人 在這段營造大雙頂 這個位置 是九天的 相對強行指數 即RSI 又說三頂倍遲 然後又說 市集中升 在某幾隻 最主要的藍售股 相對性來說 是不健康 再加上 之前 又說 在結算 夾高位結算 營造 大戶 一個有利的位置 去做淡沖 等等 令很多人 都說得 五月份 相對性來說 做淡沖的性算是高的 再加上 經常傳統來說 是五窮 六處七番生的問題 當很多人 唱淡沖 我自己來說 開始做淡沖的時候 我通常都特別害怕 因為 當每個一面島去看淡沖的時候 往往 去到這些位置 就會出現 一個很重要的 雙反走勢 所以我自己來說 一定是 錯了 一穿了24797 一定要指示 兼反手 好 幸好我預料到這件事 再跟大家說 現在去到最新的策略 首先 無好發現地 你說 拉了很多次 2015年 即是前年 大時代高位 還有 上年16年低位 反彈落 1.8% 這個位置 很明顯 一定是穿了 OK 那市 基本上 都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機會 今年是朝著我自己的目標水位 28000 去走的 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到的問題 暫時 市場 現在是穿了 位 爆上去 如果 刀還是沒有 倉在手 那怎麼辦呢 我自己是不能說 自己一路一路 一直保持著 主打的倉位 都在儲存 做好的 偶爾 有時候去到某些位置 我覺得直撥 可能會偷步 嘗嘗嘗嘗嘗嘗 但不行 我一定是指示的 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一 之前提及過的 要追的 最後一次追 就升穿了24797這個位置 就一定要追的 那時候未出24797這個位置 但我那時候說 收視穿了24695 那天的特高位 再穿的話 就追 那 抵著 如果你 都抵抵了的話 說真的 現在市政得這麼急 去到這些位置 是比較相對性命來說 尷尬的 那你做法 基本上 要是 你就等出現一個比較回調 那時候 比較明顯小小的回調 回調到接近 轉衝水平頂位 大約 雅灣246 那些位置 去 繼續做 縮撥撥撥 否則 而那個市 繼續 一直夾上去 我寧願你 撕錯這次機會 算了 讓那個市 跑下去了 我自己覺得 你如果想高追的話 比較穩陣 一點點 就等一個 出現一個 陰燭的信號 就是 這些 收市價是比較 開市價低的日子 去測試一下 市 那個 淡倉 力量有多強 OK 當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 這兩天 就開始有少許增持有作用 但是 都還是收市價 比開市價高 直至有一天 如果收市價比開市價低 出現一支陰燭 看到淡友有少許重工能力 開始想做淡下去 但是 都成功做不到淡倉 就是 事務繼續去 賺下去的話 而那支陰燭的頂位 都再進一步升穿的時候 你那時候才考慮 再嘗試一下 利用long call 的策略 風險有限回到無限 輸了算數的策略 去做高追都未遲 但是如果一路沒有出現一個陰燭 現在一路夾上去去追 我就覺得 免得比 所以策略很簡單 現在 一 如果市有機會回落 後低一點 去做 short put count 但做 short put count 現在做就沒那麼著數了 因為忍心報復 你看 太低了 二 就是 等出陰燭 這個陰燭 出現一支陰燭 陰燭有兩種情況出 一 就是 在今天的高位以下出陰燭 如果今天的高位以下出陰燭 那如果今天的高位以下出陰燭 就是不夠勁的 我是要在今天的高位以上出陰燭 之後那支陰燭的頂 帶穿了 我就可能會考慮 建議大家再追一張狼狗 那我先觀察下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一 做節目講的事 下個星期一 再去中一部 和大家說 但是 無好反應地 現在的事 一定是 全面是看好 就算你不是馬上追 都不要亂做淡倉 這件事是一定的 所以現在來說 大家留意著 不要做淡倉 OK 今天和大家講到這裏 下個星期一 再和大家繼續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